大家好 歡迎來到寶藥黨 我是白兵 大家好 我是寶哥 今天我們有嘉賓 嘉賓就是有排骨仔 但是排骨仔是寶哥的朋友 我們是網友 多少年前的網友 我們應該是兩年三年 應該是兩三年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都是防疫 防疫那時候 就是一些很可憐的事情 應該都是有發表的 大家都有共鳴的 那時候有認識的 然後為什麼今天邀請排骨仔上來 第一他本身長期是英國的 有一次我看到IG好像看這些背景應該在香港 不如上來聊聊天 因為我對於排骨仔有幾個迷思 第一我認知你現在就排骨仔 以前是三百多磅 這個是其中一個有趣的 第二就是 藍牌 藍牌 第二就是 因為我有看過一些報道 你那時候是隻身過了去英國 什麼都沒有的情況 都叫接近正身過去了 我拿著兩萬元自己一個就過去了 就是這樣的冒險之類 我叫成功 叫下降了 其實這些我都覺得是可以分享的 因為我們在咪前就聊了一會兒 我就很八卦 因為我們親愛的主持人都去了英國 其實那邊的生活如何呢 到底遇到的 有多少背景介紹 排骨仔是做什麼的 我錯過了 我在那邊 我一去就做駕車的 我是做一個長途車司機 都很幸運 整個英國我想 差不來以來沒有去過 都全部都去了 在香港本身 在香港就什麼都做 做廚師 最後的時候做廚房 整個車 又煮一下食物 什麼都做 然後就是 你是過了去才找工作還是怎樣 我是都 其實跟大部分人一樣 去到 然後我記得 因為我錢很少 我要極速 一個星期內要找到工作 我都是去中超 看到門口貼著請人 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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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超是 唐人超市 我以為是波 中接 是華人超市 然後就開始做送貨 然後 沒多久 大家可能都聽過華人公司 包括香港人 韓國人 日本人都是 亞洲人 一定會比較 日本人好一點的 一定會比較 壓榨自己一點點的 我有一天就是 在家門口吃煙 看到有個人 開著同一部車 就是外國公司來的 跟他聊天 為何欠五千多元的工資 好像福利又多 那麼多 又舒服那麼多 明明我那間都算是這樣的 聽起來 然後就跳出去 開始就打回外國人公司 剛好有個公司新開的 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做 我都英文不好的 這裡都可以 英文不好不要緊的 送到貨就行了 最重要是夠膽試 他說我 yes yes ok ok 我年多少錢人工都不知道 就開始了上班了 就沒有做中超 就沒有做中超 就不踢中超 就做英超 就做英超 不是超級市場 是送一些廚房的工具 用具 市卷 什麼都做 市卷 他有時候會送一下市題 考試期間 是運輸公司來的 是運輸公司 其實就可能跟近年社運 就未必太大關係 因為本身我會覺得香港 太急促 沒有什麼不足夠的空間 做自己想做的事 還有很多時候 因為社運輸公司 不是人的問題 環境問題 令到很多人 大家會覺得 你這件事 是賺不到錢的 錯 這個是健康的活動來的 一定要是賺到錢 你才好 你才上進的 我就不太喜歡這件事 香港的主流界歷觀 都是你賺不到錢的 就是廢 所以我就想離開生活 我認識你 其實你也有幻音樂 你也是一個唱歌 是 因為你那首歌我又聽 謝謝 你那首說瘦的歌 叫一個歌名 那個就用回自己的名字 拍個仔 說自己減肥 以前在香港也有玩音樂 有的 你覺得你過了之後 那個心態是否不同了很多 玩音樂上面 是 心態是的 但是會 因為那邊反而沒有香港容易 沒有朋友 可能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跟你一起做一首歌 我要駕駛三個鐘 車出去 這裏可能十五分鐘就見到 但是都沒有什麼 因為大部分溝通 或者做都是網上交流 所以都可以的 其實你小時候已經不太喜歡 香港這個地方的那種 價值觀 賺不到錢就不可以的 那種文法 是的 那由你什麼時候決定 你從香港要去英國呢 其實我應該二十頭去完 工作假期 回來 去了澳洲工作假期 那我去完回來 我就想 將來有機會 我最好都可以離開香港生活 所以你都不會有幾百萬移民 這裏就真的很感謝 很感謝之前付出過的年輕人 令到有這樣的機會 去離開一個新的地方 一個新的開始 是的 那時候都夠僵 我想說 很多人其中一件事 不願意離開 無論是留得或是離開 我很多時候都是卡住在一個位置 安全感問題 就是錢就是安全感 就是你那一刻 我都沒有什麼東西輸了 就是這樣過去 還是我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我覺得是 Working holiday 拿的經驗 我覺得 那當然 我怎麼都可以去洗碗 是的 我自己一個 我沒有家庭拿著的時候 然後我落地 那夠錢夠交租 然後我上班 他會出錢給我 那我就可以 我想不到有什麼害怕 OK 那就開始你的生活 Let's go 那我就走 然後 我很喜歡說這件事 因為我身邊很多人 是自己一個 哎呀我沒有錢 只有五十萬而已 哎呀我都二十幾萬 我真的不敢走 不要啦 我兩萬元生活都OK 就是踏出雪色院 走出那一步就OK的了 其實 所以都 我不怕被人笑我窮的 但是我怕你 因為擔心自己沒有錢 就失去了一些機會 是 這樣 去到那裏就做一下運輸了 那之後呢 一路 其實最大部分時間 都是做運輸的 因為那邊運輸 可能生態跟香港不同 那邊比較重一點 就會安排多個人跟你做 那邊運輸的工作 休息時間又非常充足 所以我又喜歡旅行 剛好我們的客人 全部都是旅遊景點 去什麼城堡送貨 去沙灘小鎮 所以我都做了很久 去到那個位置又可以自己當感受一下 獎很多見識的 剛好英國交通費又貴 我又省了很多旅行錢 例如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或者覺得哪個景點很推介 香港人去旅行可以去一下 我覺得 反而是倫敦萬城 是不好去 因為太多人喜歡去那些地方 而且我覺得那些地方 反而是挺香港的 節奏各樣都急速的 我自己可能會喜歡去威爾斯 或者去一個叫Exter的地方 還有可能北邊 那些海很漂亮 我自己喜歡去海邊 所以我會選一些漂亮的海的地方 推介給大家 那有沒有什麼古堡 古堡有 旅行景點還是什麼 都是旅遊景點 因為它很多 有時候是旅遊景點 有時候在地圖 看到有什麼高級 去到原來只有牆 好像大山巴一樣 可能會失望的 但是我自己總結來說 有一半以上都是見面不如聞名的 就算了 巨石像去到 那幾條東西 好像樓下的柱子都更大一點 其實不是很巨 但是都要去看看 但是我可能覺得去歐洲 可能會再多些東西 我自己身邊見的朋友 都可以喜歡去歐洲 直接去歐洲 看古堡 去德國 去法國 西班牙 會這樣 但是英國本土都很多漂亮的 自然東西或者歷史東西都好看 是 博物館 博物館很棒 英國的博物館很棒 好 然後我們回頭再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節目開始有說 你之前三百多磅 那你是什麼時候的事 我三百多磅應該是 一八一九 差不多 總之去英國前 本身都是這麼胖還是什麼 我出生就是十磅BB 就是從小學到中學 一直保持著 小一已經過了一百磅 有些料到 香港的東西好吃 然後為什麼會滴氣心肝減肥呢 其實都是幾個因素 受下情傷 基本 三百多磅都溝到女兒 那些人厲害 我不厲害 那你受什麼情傷 沒有 都是被人嫌我肥 沒有一起到的 沒有啊 他就說你這麼肥 不要溝我 都沒有說出口 但是都理解到的 然後再加一件東西 就是那邊的東西 真的不是太好吃 太難吃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契機來的 好吧 就減吧 看看我可以減到怎樣 那時候多少歲 三十一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先跳一跳 你在香港有沒有嘗試過減肥呢 無數次 都不成功了 不成功的經驗是怎樣 不成功的經驗 都是自己本屁 還有誘惑大 我覺得香港誘惑大 太多好東西吃了 你下樓下 你嗅到 不用下樓下 旁邊的外賣都頂不住 但是過到去 你自己一個人 你過到英國才減肥 是的 是的 去年 22年中的事 前年 因為是由三百多 你是在 三百多 頂峰 頂峰三百一左右 我減肥的時候 就二百八十美開始減肥 你當是二百九 開始減肥 是的 減肥到一百五十 現在就大一百五十 現在就 因為我回到香港 就不斷吃 就不斷吃 現黑一百六十多 都很穩定 很穩定 都OK的 看來都絕對完全不一樣 我都比你更重 你過一節 幸好 是怎樣減肥呢 我主要就是 有幾樣東西 吃 控制飲食 我就 戒了碳水 很低碳 戒糖 戒糖 戒碳水 在英國這麼多意粉 披薩吃就不吃了 不吃了 肉不貴嗎 那邊 肉便便宜 超市買不貴 超市買不貴 超市買 直接便宜過香港 肉類 牛肉 都便宜過香港 這件事有一點好 英國買所有放得到口的東西 它會分顏色 健康 很高卡 它就紅色 然後就橙色 綠色 我全部買全部綠色 那就比較健康 我就看著標籤 拿了綠色的 各位 最喜歡綠色 哈哈 OK 然後 戒了糖 然後做運動 其實我覺得環境也挺影響的 因為我的工作時間比較多 有四天工作 那我就會有大量的時間去做運動 如果那天沒有貨送 就直接在家裡準備好 它又當上班 那我那些時間就去健康房 那這件事也挺好的 這件事 還可以的 一天幾個小時 那是長的 我想輕輕鬆鬆 十至十五個小時 因為駕駛很遠 但是不辛苦 不辛苦 因為它是充電車 電車 駕駛兩小時 就停下 分一小時充電 這樣睡覺 挺舒服 那是人工大約多少呢 大約就是 萬九至兩萬頭 為港幣 其實是 算高的 在我那個城市算高的 如果去倫敦的話 他的生活指數比較高 那就可能要求人工會再高一點 那我那裏平均可能做過超級市場 就是萬六 那我去到萬到尾兩萬頭 那就叫做偏不錯的 那你住在哪裏 我住sharehouse 就是一間屋 有劏四間房 然後我租一間房 那租要多少錢 我租五百磅一個月 五千元一個月 所以都 生活到 生活到的 儲到錢的 我媽媽都很開心 在香港賺錢多過這裡 但是一毛錢都沒得剩 香港是很難儲錢的 你租都吃了你 你出街走個圈回家 然後銀包 不知道為什麼錢去了哪裏 香港我都夠膽說一句 你真是 怎麼說呢 當然都關過人慾望的事 你香港你可以賺一萬元 儲到錢都可以 但是如果正常 正常的個案在香港 我想找五六萬元以上才能儲到錢 看你家庭負擔 一來有家庭負擔 你可能會養一輛車 沒有這麼捲 我發現香港人很難儲錢 消費機會多 都是 然後最奇怪的 香港 因為我不知道英國是怎樣 完全 因為我沒有去過 香港就是 然後你要去下一個階梯 是很難的 我發覺 譬如今天你一年賺一百萬 聽到很多 但是你的生活 和賺兩萬元是沒有大分別的 這個才是最奇怪的 我賺兩萬元 跟我一個人賺十萬 那個生活質素是沒有怎麼改變的 你可以叫做一個月瘋一點去吃貴的東西 去吃一二千元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一個月都是吃過一餐 你沒有餐餐吃的 你都會死的 那變相其實生活的條件是沒有上升到的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跟香港的那個 就是奶園來說是集體意識很貧乏 大家會覺得很害怕的 譬如我有一個真實例子 我有一個一對朋友 兩個都教書 你加上交數 我賺到十幾萬 他有個小朋友 他說是賺不到錢 所以其實大家在看的東西 我會理解是 他們會覺得你的東西不夠 但是你抽絲摸選擇 其實是有些東西 他會覺得我賺不到那塊錢 我不可以這樣過 所以是一個貧乏的集體意識 是很厲害的 譬如得入 而這個集體意識什麼時候沒有了 你一旦去旅行 你會覺得我這裡是大王 譬如我剛剛去日本 我愛了福江 福江真的是做大王 很開心到 跟去泰國一樣 但是你回到香港 立即釋放 你回到香港 你就是回到那個集體意識 你要很強大的精神力 才可以對抗到那個集體意識 這是很奇怪的 為什麼香港會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 如果說集體意識 其實是大家 每一個人都覺得很貧乏 這個貧乏是我們不需要溝通的 我們其實有個氣場 大家互相一起共振 你試想一下 香港覺得封城的人多 還是貧乏的人多 貧乏的人多 那貧乏的人就賤業很努力工作 所以你賺五萬十萬十萬二十萬 他都覺得不夠 你見到他又這樣他又這樣 你覺得自己又不夠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這個很大的問題 我當你今個月賺二十萬 你下個月賺十八 你又會不開心 是啊 害怕 但你已經十八 我賺少於上個月 所以比較是一個毒 不過這個就是一個毒 最要跟自己比也會死 剛剛這樣 上個月賺二十 今個月賺十八 你下個月賺五萬 是啊 哭 我會過不了 過不了日子 這個文化真的差很遠 但英國是會沒有這麼誇張的 在外國的生活 是直接反過來的 就是你跟那些人聊天 指著給我兒子做掃街 萬六元個月 我有份工作 就是他們有份工作就可以了 就已經可以了 他不會理你十六萬一個月 他覺得你十六萬就十六萬 是啊 我兒子找萬六元 他又要做什麼問題 厲害 沒有問題的 他不是在家裡放棄就行了 就是他們是 我遇到的多數都是這樣 當然都會追求錢 錢沒有人嫌少的 但是沒有香港那麼病態地追求這個 反而我跳回一點點 其實你減肥 去回減肥的位置 其實你香港也知道的方法 還是什麼呢 你又會值得減澱粉 你是那些研究方法還是怎樣 我是那時候才研究的 都是立刻上youtube 看幾個 然後綜合大家都有講的 我就試了 然後去找了這個方法出來 然後就… 那你每天的大人是怎樣 我那時候就… 我是有做斷食的 我覺得最大的效果是來自斷食的 那我中午1點鐘吃一餐 然後晚上8點吃一餐 那我全部… 我通常就… 我首先很反對吃雞胸的 因為吃雞胸 你的人會不開心 正常都喜歡吃雞腿 如果你減肥 你減得不開心 你堅持不住 你很快就會放棄 所以你首先要令自己開心 開心 所以第一件事是開心 我吃雞腿 吃雞腿 你吃雞腿也是多肥 那你可能… 有空就切了些肥膏去 不有空就吃少兩口皮 但其實你其他位 你做運動跑多一點點 其實還可以的 那我就可能搭雞腿 然後加沙律菜 紅菜頭就飽肚 或者吃少許粟米 其實很單調 餐餐都不想喝 可能今天不吃雞腿吃火腿 就是換少許不同菜 今天吃這個菜 明天吃火腿菜 我反而想問你 在你前一樓每天都肥的時間 那個大日是怎樣的 很微爛的 是很恐怖的 我是每天臨睡前 坐在床上 不閒吃什麼 我可以吃完飯都繼續吃飯 可能捅著飯 可能是點心 可能是零食 總之有些什麼放得到口 好吃 我都會坐在床上吃 吃到這樣睡著 就馬上放在旁邊睡覺 每一天都這樣維持了很多年 很微爛的 那個生活 都跟自己說 將來有機會 想去的地方生活 會說你離開了香港 我要終結這件事 我會說話 幸好都終結到 這個是意志很強才行 還有我會覺得是 如果很科學去解釋 為什麼搬了去英國之後 得到起心肝減肥 我覺得那裡的誘惑 都真的沒有誘惑 那些外國人都弱了肥子 因為他們吃的東西很甜 而且始終他們吃西餐和我們吃中餐不同 我看到那些都不適合吃 然後早兩天連燈的鋪拍出來的那些中餐 洗100磅 那些叉燒 嚇死人的 吃素 焗豬腩條 所以收你十幾磅 吃叉燒 不想吃 然後自己煮 然後自己煮 做健康一點 越吃越健康 根本就越來越沒有需要吃那些肥仔東西 還有你有沒有感覺 你搬到英國之後 你沒有了吃垃圾的肉膜 開頭有人選了很多肥仔 都有的 因為那邊吃垃圾很便宜 朱古力很便宜 薯片很便宜 幸好那裡來來去去都是朱古力薯片 餅糰 垃圾不好吃 垃圾都是只有那幾款 你沒有多少款 你很快就驗 很快就完結了 不吃了 就是這樣 這個有機會是跟長度細菌改變 有關係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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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是 會 吃甜的東西 你不吃 長度細菌會提醒你吃甜的東西 快點吃吧 你習慣了 在香港 那邊沒有那麼多 可以洗牌 洗牌 洗牌 再加上你有斷食 斷食 但你只是168而已 16 16 18個小時 我不吃 OK 然後你的運動量多不多 都多的 那時候也是沒有東西做 家裡附近有一間健身房 我一沒東西做就在那裡 游泳 我每天游80個次 80個次 四千 一開始不是的 一開始不知道 我都是去浸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有一天不知為何開始不累 不累 試試游了幾個 50個 明天去游50個 60、70、80 習慣了 然後到平台期 平台期 游極都是不瘦 然後我再加一個小時跑步 不是跑步 是行機 因為要看著心率 走走走走走 每天都是做這些 下班我沒東西做 又去游一個小時 其實就是沒什麼做 所以拿了運動來填補 你只是在香港做不做運動 沒有可能 做運動就是去買東西吃那段路 聽你的首歌 大家沒聽到 待會沒放一條youtube連結 去聽 就是多了很多感情的東西 我聽你的 是人生 是呀 受到女兒了 是呀 就是多了些人DM一下 感情 這麼開心 是呀 那些人是怎樣DM你呢 我呢 也有Ig 有沒有人DM你呢 但是沒有人DM我呢 沒有的 我都是回答我爹的 是怎樣的呢 是怎樣的呢 可以教一下小朋友呢 突然回轉 我煮飯 有時煮飯回答我爹說這個 怎樣煮好吃一點 那麽好的 那麽直接的 那一陣子是煲湯 不是我的感情感出問題 我真的沒有 因為我懂得到這些問題 是 是不是你的題目是答不到爹 那麽應該是 那些人問我 那麽早上兩天有個問我 那麽口臭怎麽算 那麽 那麽我就解決她的問題 那麽脖子 不是 是做這個動作 就是這樣伸直做這個動作 其實都可以解釋的 就是我們中間的氣管 中間有個隙子在那裡 佛門 有個佛門是會關的 因為我們臭 除了口看著牙其實是很少的 主要是胃臭 就是去燒飯的食物放在那裡 總會有臭味 總會有臭味 那麽你身體好 或者你做過這個動作 你就隔著了 那麽臭氣就上不了 而且這樣也是不會胃酸倒流的 它是隔著胃酸的 是用來這樣用的 那麽因為我們 總之沒有做開這個動作 你當作小運動 都很小無端的 你游泳就狂做也有動作 你游泳就狂做也變成 你由自由式又好 你游泳也會做這種動作 所以就會沒有口臭 那麽可能你常坐在那裡 你不做運動 那麽慢慢她的佛門鬆了 那麽就會攻上去 攻上去就臭 甚至你爲什麽會住牙 就是因為胃酸倒流 而不是你沒有臭牙 但我們先說一些女士 那些問我怎樣教學 還要問我口臭 那是男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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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男人可能有距離感 我沒有什麼距離感 可能 你不是覺得你醜了過我 那麽搞笑嗎 應該是的 你也是帥的 神經病 你起碼有打扮 打扮也比我還要承認 不是 真的不是 太客氣 我會這樣子 那我就不相同 那是不一樣的 對 除了問我 煮東西吃 對 有人回答 你煲湯 我最近學會煲湯的 然後你吃海鋼會太甜 那又要學一下 聊天 你也煮東西吃過 你也煮東西吃過 那人回答我 回答王狗 娛樂是 娛樂是 太甜 你不愉快啊 你不愉快 你不愉快啊 我不會這麼回答的 說笑 我不會這麼回答 都是聊聊天 而且是不同的人生都感覺到 人們跟你說話的態度好像說話都可信了 其實你很感受到社會的惡意 很感受到 我以前的歌曲都寫 我從來乘巴士 無論你怎樣 旁邊都不會有 尤其是那些人走過 尤其是那些女生走過 走回樓下坐 我以為自己有病 現在是會有人坐過來 甚至有些朋友主動跟我坦白 這件事我都是知家才知道 我以前真的因為你胖 所以不想跟你做朋友 為什麼呢 我沒有說不開心的 但我想知道為什麼 原來有些人會覺得這個人肥 給他的感覺就是不相進 懶 懶 會給他一些負能量 不是一個帶到正能量的朋友 所以他不跟你做朋友 我第一次聽原來有這樣的理論 但這個朋友對一個人的審視真的有點問題 我又不怪他的 但我現在才知道 你完全感受到那個社會的惡意和耳鎚取人的膚質 我以前中學有段時間和那個肥仔很友善的 之後就上去玩遊戲機 他又會播一些閒片 很好的 最好的不是他閒片 閒片誰在家裏播 就是他不知道他媽媽還是婆婆 就是這樣 每天都這樣狂吃 開心吃 我完全明白為什麼會變肥仔 我婆婆也是這樣 是嗎 好像幼稚園經常做東坡肉給我吃 這些開心的 幾歲的肥豬肉 都是老人家喜歡吃的 那種愛 愛來的 好 瘋了那種 逆轉人生 對於人類的善惡意的膚淺 其實我是可以的 因為你也喜歡美女的 對 人都是喜歡看美的 但是我又不會介意人不漂亮 我發覺有人會介意人不漂亮的 原來都知道 如果沒有就這樣做好自己 其他事情 其實為什麼我都很想邀請你上來 因為我覺得 你看你的《舞蹈》 我覺得你是真正面 我會感覺到 有些是假 假扮正面 扮演或者叫做他不是living and go away 我覺得你也有那種觀察你那個心是這個方向 我覺得你是一個真實的人 我為何我負面底 所以我個人要盡量往正面那邊去游 如果不是的話就會很負 你以前聽起所說是很負 是呀 經常都怨這樣怨那樣的 你有沒有什麼turning point 是令你覺得你個人不再擁抱那種負面呢 其實都真的減肥之後的 是呀 都真的減肥了 如果有緣看弟弟有條片 講這個糖尿病與情緒病 我那裏就是講很有趣的 就是糖尿病 你的腸有長期很多菌很想吃甜的 然後引咎你吃甜的 而那些菌除了喜歡吃甜的 當然它還會放一些激素出來 而那些激素就會令到你心情變差 很多老人家就是他們有糖尿病 他們的情緒會很差的 很浪泥 很紋質的 越來越生氣的 是呀 就是因為他們有那些菌在那裏 所以你的人其實如果健康 即所謂真的健康一些 其實心情情緒會好一些 加上做運動又會再令到人心 所以我建議大家都是做多些運動 減多點肥 但你游80個池都不是開玩笑 我剛剛去旅行 我泳術也是差到很不幸的 那我游了兩個字 我一開始都是游一兩個字 我想大概一個月左右 無緣無故好像不太累 人家的氣完全沒事 游多點游多點 而且都很快 我知道我不是那些很堅持持之意行的人 因為我以前都失敗了很多次 所以我有一點點要和自己鬥快 在我放棄之前要減多少 所以都 咦 國耳就瘦了 因為我是有一個英女王過身 然後有很多人逼走下去 很多人去調演 我也有去的 然後我上了BBC拍到我投資IG 然後為什麼沒有人發現我 是呀 那些人不認得我 我才意識到我減肥了 現在人家不認得你了 是呀 接著就停了要停了 停止了減肥之後 都還在低重 所以都幸好撞得起 因為太過程 去得太快 是呀 去到最恐怖的時候 130多 那天40頭 臉都流動了 然後簡直是肚有樣子 因為太沒有營養 你多高 我176 177 變成了導有樣子 我照一下我驚人 不是呀 不對勁 所以都幸好撞得住 撞得住 怎樣撞 就吃又怎樣 吃東西 剛好回香港 回香港就 就可以補充體重 還有說到游泳 以前我記得 因為其實游80個課就不是說多 是一個正常訓練 因為我突然回起一些接近PTSD 我小學已經學了游泳 我已經四式式游 但我沒有怎樣所謂去練水 進去校隊練是沒有的 直到有一段我中二三 跟朋友說 暑假沒什麼做 然後泳隊招人 去泳會 學一下泳隊招人 就說可以跟蹤 不如跟蹤 之後就熱身已經三千 熱身差點死 我聽過那一刻就已經 熱身 我那一刻有游泳三千 但是那一刻我已經想死了 我半路已經想死了 因為我是有做過運動的 那時候是我人生接近最健身的 因為有幾個校隊在身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很健身 但我已經游到想死了 但也保持有游 最終一天正常游 七八千左右 那個距離很難昂咎 有瘋了 我有聽過光哥的經歷 所以他去到會考完之後 就說我這輩子不再游泳 我還未到這樣 但那時候真的是人生巔峰 我發現原來人的體能可以這麼好 在自身的體驗 那時候踢球是可以 踢球是很流行的 前程塞了球不能追 古老林鳳 現在就怎樣都不追 現在這個歲數 但是那時候可以脫了球 你知道那時候你的情緒 你很想追 但你的肉體不容許 但那時候我的肉體 很容許我去 容許我去咬緊去追 然後我發覺我咬整個小時都不累 然後 入到那個狀態 是啊 是瘋了 那人是可以不停跑 但那時候是十五六歲 是十五六歲才可以 之後我有一段時間 重拾這個高峰 就是我十九二十歲 那時候我就有跟朋友踢球 我那時候讀行館的時候 我又入到行館的足球隊 有跟他們練球 剛好那時候屁股 那時候也提不起狀態去到很好 去到我突然間 不知道學校要你畢業的時候 不知道要有些什麼班 要有體育時數 我又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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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好像不夠 就是我加入校隊 他全部都沒有計 他沒有剃名的 搞到我去加入那些Pilatis的課 類瑜伽 他不是完全是瑜伽 那種類型 練你肌耐力的 我玩Pilatis的時候 再加上校隊加入練球 我就回到巔峰 但也只是維持了一年 一不玩就沒有了 那就是這樣 那我就測下去了 不知道跟戒糖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那一段時間 如果我不吃糖的時候 好像那個體能好像會去得盡一點 一吃得多甜的東西 首先睡醒的時候 都會變得更猛 然後整天你做運動都好像想 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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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會不會那麼精神 是的 吃得多糖的人會不會那麼精神 不吃糖就可以保持著去 我現在就基本上 除了飯 因為本身很少 情況吃到薯仔 好地利 一個星期都不會 一頓吃到薯仔 香港的 那我通常都只吃飯 如果澱粉吸收 只是飯 以外都是沒有其他碳水的接近 那腦袋是會清晰一點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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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跳了 我想英國的東西可以多分享 可以嗎 可以嗎 英國有沒有什麼好分享 因為最近有很多新聞 我最近面對很多人性的事情 我覺得 英國的印象 首先我覺得 今天想說幾所不育物施於人 不要成為自己討厭的人 我舉個例子 我一去到英國幾年 就一直看一些KOL 或者說一些疑嬰的KOL 一說這個好吃 什麼好吃 香港人就會去搶 衝啊 真的好像那段時間 甚至會 哪個區什麼分店 五盒 什麼區分店 五盒 快點去快點去 是這樣的 然後你真的看到他們 有些人會是入貨 你看得出來是入貨 不是入貨的 你一個家庭 好像最近榴槤 貓山王 你看到明明是一個家庭 我當你八個人的大家庭 買十五盒貓山王 這樣 然後你會有些人沒有開車的 搶不到的 買不到的 你會炸型 我就是第一個 不是第一個 總之我比較早出來 炸型的 買不到的 沒有搶好 投回來吃 不是啊 那些不是香港人 那些是大陸人 那些是馬來人 那些是大陸人 香港人幫人買 香港人 不做這些 你不要在這裡分化香港人 就是會罵我這些 你是不是小粉紅來的 對 我最後的下場是被人踢出群組 我不要做了你不喜歡 那些人做的事 我覺得 有時候 喜歡吃 買多些 難聽的說 搶我都會做過這些 那 就帥 我覺得好的 說不好的都可以說 有很多事情是否不能說 很多事情都不能說 很多事情都不能說 有些人 譬如 這個不是英國做的 或者是Mick in China 會被人罵 我想回香港吃 當然 回香港吃 地交友 我被人罵不少 有些人說英國的東西不好吃 現在比較好 現在比較少 但早期會有很多人 衝出來罵你 這麼不喜歡英國酒 我就是英國 很好吃啊 英國的雞 我說我做了三十年人 我都沒有聽過 香港人吃雞是追求鞋 你追求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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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跟我說好吃 這麼特別 我們不是應該實事求是嗎 你不會吃 你不會吃 會吃一定吃鞋 還有我覺得 你之前也有說過 他會說你糞化 但這些是獨裁的地方 才會這樣想 會是一條線 大家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都可以提出 可以做到互相尊重 應該是這樣 我有時候會問他們 是不是在香港被人掩著口 掩慣了你出來 要掩上我的口 我切身感受是這樣 那他怎麼回答你 你忽化 踢了我出谷 踢了我出谷 最後就消失了 他回答你 是 你承認我都可以 他踢了你出谷 最後沒有了 所以現在我都不理了 專注自己生活 買不到就算了 總會買到的 很多的米 小籠包 蝦餃 什麼都搶過 總之 那陣子的群組說什麼好吃 就來了 你搶什麼就搶什麼 是啊 所以 我都是覺得 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的 很多香港人都很禮貌 很幫忙 我都遇到很多好的 但是 肉眼可見 這麼多人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 不要做了自己 討厭的人 不要成為惡龍 你都沒摸到那條龍 就變了惡龍 已經做完了 已經做完了 你有沒有看開弟弟的 少 那可以看多一點 知道 那個理念有點接近 是 接近的 你知道誰是22元嗎 你在英國 不知道 知道誰是香港老師22元嗎 知道知道 有看 有看 那時候有看 不是就是你的鐵粉 不是不是不是 他不是我的鐵粉 不過 英國不是很多這些 多 多 至於英國是大人債 英國什麼都好 你香港是齊 香港地底賴 不可以接受你說英國不好的事情 你不走就糟糕 即連英國人都會跟你說 我們這些東西真的難吃 你們就好了 香港人 或者他們不會分的 你不是英國人 你是小黃子 你們中國人就好了 你們這些東西很好吃 我們這些東西不好吃 我連和英國人都可以說這些 但是我和香港人要害怕說話 我覺得很荒謬 就是我對著香港人 要拿那個勇氣出來 發表聲音的勇氣 明明那些人是跟你一起 同一陣線的 以前同一陣線的人 你對著同一陣線的人 發表意見 要拿一些勇氣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很荒謬 很多劣根性是浮沙出來 浮沙出來的時間 有趣就是指望那個外國人 你說我們英國不好 你是混蛋 對呀 對呀 但是英國人 但是如果英國人說 他不會說 但是香港人說 他就說 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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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英國人會客氣一點 這個是很有趣的 真的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所以 還有什麼類似經歷 他們會聯署去超級市場 罵他們入中國貨 給不到反應 大家 太瘋了 是啊 我記得那次是薑 來的 是薑來的 入中國薑 因為那裡 那裡通常就是印度 總之是歐洲 總之是 要不就看到我們平時 街市買的 賬簿簿簿 淺色一點的 要不就很深色 炒皮 老薑 那些薑 通常會看到這兩隻 那些人就會是 寧願買那些炒皮 那些都不買 那些 還要寫信去超級市場 你為什麼入中國薑 那不是那裡可以買的 那不是那裡可以買的 那是那裡有新產 我覺得是運過去的 應該是歐洲的 我想是歐洲的 但不是那樣東西 歐洲種就不是那隻薑 味道不同 辣一點 這些真是反上爐 很誇張 我也不知道怎麼面對 幸好地方大 我有很多空間可以訂賣 那你住的時候 就不多香港人 還是怎樣 我住的時候 那些樓價 我都可以說 因為太多香港人去 他們說 不只是香港人炒的 樓價 但我肉眼可見 90%都是香港人去的 這幾年 看著樓價 我第一年去 還有200萬樓買的 到第三年 那不只是香港人 那也不只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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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城市又升級了 又可能有消息 又要蓋地鐵 總之加起來 但是香港人加租一定是第一個 一定是第一個 最快加租的 今天那個施政報告 取消那些辣椒 那些業主馬上反假 馬上來 說要先摸貨 可以摸貨嗎 可以摸貨嗎 可以摸貨 我剛才也看了 有些地產群 那些地產群 我們準備摸貨了 很開心 香港人還不想創造價值 沒有創造的地方 你露台 真是正 我想起開摸貨 我覺得是血腥 想回以前的東西 我遇過 我之前全個房東 他也有租樓買賣樓的 我之前做個房東 然後現在 兩年前 已經是這樣 香港人買樓 你打電話約 是沒那麼快看到樓的 要找個外國去打電話約 那就會立刻第二天 可以看樓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懂買樓 我聽回來的 很多學位都是 學校都是 他們喜歡 給所有貨幣 保存 然後最後一刻 就打電話 打電話 選擇他們最喜歡的 其實給了麻煩 那些經紀 所以他們會 沒有那麼喜歡做 但是我不懂 我不敢亂挑戰 但是我會聽過這個說法 都很合理 是香港人做的事 香港的人 是很講求 最後對自己的利益 最後是賺 一元都不虧 一元都不虧 我經常都說 香港人其中一個精神 因為精神就是 不會被人找笨疾 和不被人找笨疾 這是很精靈的精靈 你看回八九移民 沒有事回來賺錢 九七移民 沒有事回來賺錢 現在又移民 沒有事回來再賺錢 但是不要緊 先舔了身份 是的 舔了身份 很多都是 這個都是很 你不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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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你十八歲 不排公屋 絕對是這樣 我身邊有很多人 就這樣扔老婆和小朋友 在這裡 拿了個護照 全部 整個人生都還在香港找 舔一舔 都還有很多這些 每個人看法不同 我就覺得這樣 好棒喔 剛剛那個好想爆 好想爆 呆了呆了 還有炒到四球幾 是的 但這個應該不只是跟香港人事 一定有很大份 它已經是一個足夠的影響 俄烏戰爭一開始打 第一個加租就是我的香港業主 為什麼 不知道 他加租的原因是什麼 那時候的電費 是的 然後我問對面 經常說 印度業主 什麼什麼 總會有一點點 歧視一點點 總之會說 印度業主不好 什麼什麼 不是啊 人家那個印度業主 到現在都還在收那個價 是的 香港業主第一時間就加租 還要很大 我五百磅加到六百五十磅 哇 加很多 加三成 是的 搞到我夏天都想開著他的暖氣 他包的 他包的 包電的 你到底不認識 全部推到 賭 25多趙開 你有什麼冷氣暖氣都開 就是這樣 所以我最主要的 我多數圈子都是香港朋友的 那邊 但是都不敢亂出去認識新的香港朋友 因為很怕遇到那些 很容易民事主義者 又被人罵 所以 那有沒有認識外國朋友 有 有 玩音樂 或者同事 都會是外國人 相處好很多 相處好很多 這件事 有沒有歧視 給人歧視 有有有 有 你歧視回別人也可以 歧視 我想歧視 歧視 試過兩次 試過兩次 但是 怎麼說 我又不可以怪 因為他真的是無知的歧視 我試過 一去到 那時候是Delta 英國是Delta 在爆 然後有人說 Hey Corona 然後我說Hey Delta 什麼事 沒有事 然後大家就各走各 我有試過 例如 年輕人很危險 那邊因為那些政策 年輕人犯法 沒有什麼後果 沒有什麼後果 所以試過 給五六個中學生 圍著我咳 這樣圍著我咳 很瘋 然後旁邊的人 就在那裡笑 這一下才不開心 旁邊沒有人幫 在那裡笑 你被人這樣 都嚴重 這個 都瘋了 都瘋了 兩個月前 我在曼城市中心 等著紅燈 西藏骨骨的 那人走過來敲我窗 搞下什麼事 這樣 Go back your country Fuck off 一夜 都瘋了 不算多 那大陸人在香港 都蠻幸福 是啊 你不會敲他 嘿 他瘋裂了 我們歧視人 小學級數 幼稚園 都是摺下你 摺下你 摺下白眼 可能還會摺下 會不會有 還有那邊會說 擺明就串你 很黑色幽默 我不會說 你們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來的 然後特地跟你說話 都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小小小的 會有這些 什麼都有 有趣 看得多 看得多 視野更闊 會看得多 放低一點 穿夠 你也是維京人 我們都是非洲來的 放低了很多 現在的心態 專注自己的生活 所以要減肥 挺好的 我想整體上來說 都是讓你自己 是好的 正面的 正面的 整體來說都是正面的 打開了很多 打開了很多 都建議 如果有興趣 去都會去 都建議大家去 增廣見聞 那你有沒有去歐洲旅行 這麼近 對不起 我一有時間 就回香港吃東西 太掛念香港 太掛念香港的食物 我剛好這幾次 一有假期 我就回來吃東西 聽說 可能今年會去荷蘭 還有去德國 看看 剛剛合法了 德國 對 德國合法了 因為德國的印象 既定印象 都是比較正經的 很古板 很正經 很直不甩的 想看看這件事 合法了 應該柏林會比較好 柏林會比較自由 比其他地方 德國也有一些 而且德國的食物也很好吃 就是什麼 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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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名的 東歐更多 東歐更多 折克那些是集中地 群P級集中地 我們之前訪問這個 香港XP 香港XP 有趣的也要研究一下 折克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 我也去過一次 但那時候我還是嬰兒 我也想去一下東歐 好 好 今集多謝排骨祭送來接受訪問 多謝排骨祭送來接受訪問 多謝排骨祭送來接受訪問 大家的資訪留言會看到他的IG Youtube 聽他的作品 多謝 多謝 大家保持身心看態 正面 保持正面 保持正面 好 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